篩檢站才剛開門 早已大排長龍 現場至少超過一百多人 等著檢測 沖繩民眾人心惶惶 因為日本第六波疫情 似乎又來了 沖繩再度成為疫情重災區 過去二十四小時 增加六百二十三人染疫 是去年八月以來 再度衝破六百例大關 不只沖繩 日本現在有十八個都縣府 都出現社區感染 當日新增染疫數 大阪兩百多人 東京三百多人 二十四小時內全國確診 再破千人大關 另外印度過去一週 新增案例暴增四倍 上個月底開始實施 夜間宵禁的首都新德里 現在連週末 也要全天候宵禁 新規定要民眾 週五晚上一直到週一早上 必須留在家中 只有必要人員 才可以外出 等同事週末封城 而印度五個邦 即將舉行大選 但競選活動 並沒有喊咖 首席主席 Naren De Modi 在這些奴隷 在談論上 我們可以看到 一些超級發展的 事件 進行 四外德國有牧羊人 將七百隻綿羊 排成一百公尺長的 針筒圖案 要鼓勵接種 希望早日擺脫 疫情風暴 TVBS新聞